高雄市焚化炉接受了中南部包含外島 总共7个外县市的垃圾 不过最近却因为调涨费率引发争议 尤其这些县市积欠高雄市的垃圾代理处理费用 已经超过了1亿8千万元 所以高雄市政府决定 如果不在9月底之前付清 10月开始停收垃圾 配合环保署垃圾处理区域合作的政策 高雄市焚化炉接受外县市的垃圾 但是从104年1月到7月 却被击欠了上亿的垃圾贷处理费 依照欠款金额高低 分别是云林县 台东县 南投县 彰化县 澎湖县 金门县和台中市 7个县市加起来一共1亿8千400多万元 我们还请他们在9月底以前 必须要缴清所有的费用 那否则我们就不再处理他们的一个加户垃圾 那我们可能在10月之后 云林跟台东就不再待会处理 高雄市每年处理的加户垃圾 有一成来自其他县市 高科长强调 协助周边县市是旧级 可是针对有焚化炉的县市 却不能永无止境的再帮忙下去 长期关心垃圾问题的 看守台湾基金会表示 希望高雄市尽量帮助农业县市处理垃圾 但是环保署不能置身事外 要协调解决还款争议 他们应该是要求这些县政府 有一个还款的计划 那叫他们切实执行 然后环保署应该也要 从中去协调帮忙 现在18月底离高雄市环保局提出的 最后期限还有一个月 如果在这个月之内 欠钱问题没有解决 相关县市的垃圾大战 可能又将一触即发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 高雄报导